大家好,我是小龙 日前荣威发布全新城市SUV的最新预告图 新车前连采用了多条复刻山设计 大灯组采用由24颗LED光源组成的矩阵式LED大灯 灯组内部还集成了如意形日间行车灯 具有一定的中国元素 特别的是,该车是上汽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 联手打造的首款互联网汽车 搭载云OS系统 小编突发奇想,中控大屏逛天猫是种什么感受啊 长安全新小型SUV CS15将于4月6日正式上市 新车搭载1.5升发动机加5速手动变速箱 现在有消息爆出,该车的售价有可能为5.99万元 听起来还是挺诱人的 因为这价格也只能买三辆小米自行车而已 今晚比亚迪秦EV300和EV两款纯电动车将在北京正式上市 根据之前的报道 秦EV300将提供4款车型 其工信部续航里程为300公里 比亚迪EV为速锐的电动版车型 该车工信部续航里程为256公里 新车的具体价格预计会在今晚7点左右公布 近日一气大众高尔夫家旅的实车内饰曝光 新车内部设计基本延续了进口版的设计 不过在材质上有所调整 国产家旅新增木纹材质装饰版加入平底三幅多功能方向盘 中控配有一块更大的液晶显示屏 动力方面新车将提供1.6升、1.2T和1.4T三款发动机可选 匹配5速手动、6速手动和7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日前有媒体爆出一组福特新款一泊的国内陆式叠照 新车在外观和内饰上均有所调整 据悉新车前连有可能会采用类似锐介的设计 内饰部分新车中控台采用了全新的造型 仪表盘、方向盘的设计也都有所改变 有国内媒体报道 吉利汽车将在宝基建设新1.5TD发动机项目 总设计产能达到72万台每年 2018年建成投产后新1.5TD发动机 或将搭载于吉利与沃尔沃合作开发的新产品上 此外吉利汽车计划研发的插电混动系统动力总成 也将应用此新款1.5TD发动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姐汽车 汽车资讯微姐博报 我们明天再见了 本栏目由微姐淘宝店赞助播出 扫码下单惊喜不断 叶 note 词 叶咏